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吉他自学好不好 现在这个社会呢 无论是学乐器也好 还是学知识也好 那么自学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大家都会想要 通过花最少的钱学到最好的知识 但这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解剖一下自学好不好 首先我们来现在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自学是 变成了普遍的一个现象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 现在是处于互联网的时代 那么我们的网络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曲谱啊 大量的各种课程 对吧 好的画的都有好多 这是我们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的一个优点 跟以前的人比起来 以前的人比如说想要cover一首歌 连谱子都找不到 连伴奏都找不到 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去发谱了 所以这么一看呢 互联网时代 网络资源丰富呢 是一个优点 但是呢 它也有个缺点 就是导致我们的学习进步更加困难了 那其实你看一下 以前的人呢 找不到谱子 那能怎么办呢 只能靠自己扒对吧 经常扒曲子的人 他的试探量都很好的 然后无论是对他的演奏也好 然后对他的创作也好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我们总是说 多分析多巴谱多巴谱 那巴谱呢 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去提升你 音乐技能的一个学习过程来的 所以现在的人呢 动不动就找谱子 找谱子 说实话 我在学吉他前期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曲谱可以找 那么我想谈某个solo 都是真的靠自己去扒的 那么也锻炼了我 现在就试探量了 就是还挺不错的 而且呢 我就是想要谈什么东西 我都可以靠自己去扒 自己去改编 所以很多粉丝过来 加我微信说 能不能给我某某某某曲子的普通 但是很遗憾的是 我也想给你们普通 但是很多大部分的曲子 都是我自己去扒和自己去改编的 都没有普通的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网络时代 反而是有好处 也有坏处 第二个原因呢 是普遍的错误认知 那这个普遍的错误认知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大量简单易学的弹唱 吉他所造成的一个错误的现象 因为说实话 你要学那些民谣的弹唱 木吉他的弹唱 自学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呢 也非常的速成 然后这一现象呢 就导致给大量的人就会觉得 哦 吉他这个乐器 都是可以通过自学成才的 特别是还有的人觉得 电吉他跟木吉他是一样的 也是很简单的 一样乐器 是可以靠自己完全靠自己自学 然后上手的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 靠自学学习吉他弹唱的 民谣弹唱的 他们如果脱离谱子的话 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去演奏 电吉他也好 木吉他也好 你想学习 就是更深一层的木吉他呢 其实是非常难的 也有很难的木吉他曲子 然后这里我随便放一个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自学OK吗 可以弹成这样吗 或许真的有少数的天才是可以自学 达到这个程度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 对吧 你靠自学的话 想要达到这个程度 去学习电吉他或者进一步的学习木吉他 纸弹都好 是很难的 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明白 我们的音乐演奏 并不是说你把这个音符全部都弹出来了 就是OK的 我们还有情感表达 对吧 技巧那些 如果你处理的不但 你这个曲子 没办法把这个情感表达的很好的 所以通过自学的人 就专业 比较专业性的演奏 你是很难去达到这个层面的 所以像电吉他这种 如果你入门没有人指导的话是非常难入门的 比如说技巧 一些技巧 对吧 还有一些理论知识 真说真的 特别是电吉他的理论知识呢 很多人都会去买书籍 一些教程 或者在网上看免费的教程 花了很长的时间 都不一定能学得懂 好 那么我们刚刚分析了是什么原因 导致自学的这个现象很普遍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详细的解剖一下 吉他自学这一件事到底好不好 那么自学分为两大类 那一种呢就是看书籍的 然后看网络免费教学视频的 然后或者问身边的朋友和网友 去自学的这种零成本自学类型 然后另一种呢 就还好一些 就是会花钱买网络的课程去自学的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主要着重是讲第一种类型 自学的同学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那么对于初学者来说呢 自学容易造成的问题呢 第一个就资源太多了 不知道练什么 也不知道从哪里练起 对吧 然后每天都哄哄哄的 一年过了 几个月过去了 几年过去了 还是没有进步 第二个就是 无法及时的发现错误 比如说遇到问题呢 没有人没得及时解决 也没有人问 然后或者呢 就是听网友 或者朋友的错误指点 自己也不知道 对还是错的 我经常看见就是很多 很多自学的去听网友 或者身边那些朋友 不靠谱的朋友 去指点他们 然后导致他们自己 也误入歧途的那种 有很多很多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然后第三点 就是很容易走上误区 比如说容易被一些免费的课程 或者连加的课程 可以诱惑对吧 然后导致学习的过程 非常的坎坷 然后而且老师如果教导的 不恰当的话 还会让你就是有想放弃 学习音乐的那种想法 就是你不要认为有老师就OK了 你要知道同样的知识 就是会教和不会教 好的和坏的老师教出来的 结果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是初学者没有具备 就是辨别对与错的能力 它可能会导致你 就是有错误的理论思维 在学习理论当中 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一旦错误 就会觉得这个学习过程 非常的艰难 但是你一旦思维 还有逻辑是正确的 一开始学习方法是正确的话 那你学习就会相对轻松了很多 而且省了很多事 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非常坎坷的话 是很容易让你就是失去这种 想学习音乐的信心的 其实呢可能会养成培养成错误的弹琴习惯 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我有很多粉丝 经常来咨询我一些理论的问题 但是呢他们都是自学的 他们给我描述问题的时候 我完全是无法理解他们问的问题的 就有很多人经常把手调固定调 还有急速这些概念全部都搞混了 就是他们的思维是混乱的 所以他们表达问题也是混乱的 那我在听你的问题的话 我竟然没办法理解到问题 我又如何为你解答呢对吧 好现在是第四点 就是容易学习不系统 然后知识很零散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你学的不系统 知识很零散的话 会导致你很难进一步的去提升的 特别是在理论的学习方面上 你就是很难把每个知识点给联系起来 因为像我们音乐的理论的学习呢 其实真的是环环相扣 环环相扣的 每个知识点都是互相有联系的 那你一旦就是中间有知识欠缺 就会导致你理解某一个知识点 可能会错误的理解 或者是无法理解 所以你的学习过程就会变得很侃 所以呢最后我给个建议 对于初学生呢 时间资金充足的话呢 我建议你可以去找一对一 那么如果你所在的城市 没有好的一对一的老师 对吧 也可以网络的 那么如果时间不行 资金也不太行的话 我觉得网络课程 系统的网络课程 带一对一私聊问答的这种课程呢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 你去买一套课程 你遇到不懂的话呢 那个课程的老师是可以为你解答的 这才是好的 因为如果你买了一套课程 你中间遇到问题呢 又无法去问这个老师的话 那你其实是白买了就很头疼 对吧 好 接下来的对象呢 是针对于中级阶段的 那中级阶段的呢 意味着你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啊 然后演奏方面呢 技术方面呢 也稍微的挺完善的 那这种情况下的人呢 大部分其实呢 都会选择网络课自学 然后我想在这里说一些 就是中阶级的同学呢 在自学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 很容易形成一个片面式的学习 就是那里也学一下 那里也学一下 因为呢 他们是拥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 知识了解的稍微比较片面 然后他会拒绝去进一步的全面的学习 比如说 他去买了一套课程 然后在观看的过程当中 看到某些知识点 自己之前了解过的 然后他就会跳进跳进 那其实有时候呢 同一个知识点呢 有可能有你没有了解到的方面 老师会讲 所以就会导致你学习某个知识点 一直停留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 第二个就是缺乏监督 那其实无论是对 初级 初阶级的还是中阶级的 像自学的 看网络课程的话 确实缺少监督是非常麻烦的 其实同学们可以 就是通过录视频 做up主这种形式啊 去督促自己 对吧 就像我 现在有了你们 如果我不去学习 不保持更新视频的话 那你们肯定总有一天会走人的呀 所以你们就是我的动力 所以你们可以像我一样 以这样的形式去督促自己进步 然后接下来 针对的对象是高阶级的同学 高阶级的同学请自便 我相信高阶级的 也不会来看这个视频的 那么好 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进行三连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